北京时间3月16日,休斯顿火箭主场以101比96战胜了快船,而本场比赛的主角不是詹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,而是小乔丹和卡佩拉之间的对决,两人都是有可能成为火箭未来5号位的人选,一个布满快船想回家乡休斯顿打球,一个则索要四年你一亿美金让火箭欧而却步,而今天两人都交出了自己的成绩,卡佩拉16头9拿到了19分12篮板,一抢断6盖帽, 小乔丹则九头四重拿到8分18板二助攻二盖帽的数据,相比此前打攻牛时,倒砍29分18板五助攻二帽的数据,小乔丹今天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,全场看下来可以明显看出小乔丹情绪不高,似乎并没有全力以赴,其中有一个回合倒是认真,卡佩拉想上篮,小乔丹跳都不跳直接给他摁下来,展现了极强的身体素质,在比赛中小乔丹对火箭球员也是非常有趣, 有好和哈登说着悄悄话,赛赛后还主动找上了克里斯保罗球拥抱,两人有输有笑,但小乔丹和火箭其他球员关系如此之好,也让卡佩拉非常不满,他在赛后默默暗示小乔丹,你可千万别来修成,不然我一意要泡汤了, 卡佩拉说道,我喜欢球队现在的氛围,我和哈登保罗合作非常默契,只要我能跑到好的位置,他们就能给我传球,而今天和德安德烈乔丹的队位也很让我很兴奋,在我进入NBA之前,小乔丹就是我的偶像,我也很喜欢看快船比赛,我希望继续看着小乔丹穿快船球衣不断变强,这是一种享受, 毫无疑问,卡佩拉在疯狂是好小乔丹,希望他能留在快船继续变强,不要来火箭抢位子,毕竟卡佩拉可是要四年一亿美金,因为现在球队的地位无人可以可以替代,所以卡佩拉也是很自信火箭会出这个价格,但是若火箭有被拍的话,那么卡佩拉的谈判将陷入被动,即使有球队愿意出一亿挖走卡佩拉,但可以肯定的是离开火箭卡佩拉的成长, 却不如留在火箭要好,在火箭拥有前联盟最出色的两大传球大师,而且火箭战绩高居联盟第一,若获得总冠军曝光度可想而知,而加入热队则暗无天日,看看昔日离开火箭的那些,有谁过得好,在魔兽阿希克离开火箭之后,更是逐渐被遗忘。